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色演技而闻名 还因为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搞笑互动而备受喜爱 这次在一部电视剧中的分手戏拍摄中 两人再度展现了他们的幽默和默契 在这场分手戏的拍摄中 诚意的表现注视令人捧腹 他在亲吻杨子后 突然提出分手 这一刹那的表情和举动令人啼笑皆非 杨子则在镜头前表现出惊讶和不解 仿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段情节让人大呼过瘾 不禁想要知道背后的故事 导演组的点睛之笔也增添了这场戏的幽默感 导演鼓励两位演员更加疯狂的表现 不拘泥于剧本 这种创新的拍摄方式为演员们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让他们能够在拍摄中发挥创意 带来更多笑声 不仅如此 观众们还发现了一些幕后小细节 诚意在亲吻后撅嘴的举动 原来是他出戏的信号 这一点被敏锐的观众发现 也让人更加欣赏演员的专业精神 杨子则被于分手戏的态度坚决 他坚决不愿意放手 不管是在戏中还是戏外 诚意和杨子的默契在拍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人在戏中的互动和搞笑表现 也反映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诚意的唱歌表演更是出乎观众的意料 让人大笑不止 杨子的震惊和傲娇表情也为整个场景增色不少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 诚意以本正经的称呼杨子为英渊帝君 这种调侃式的称呼也透露出两人之间的亲近感 杨子则顺从地伸出手 却又被诚意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这一幕笑翻了不少观众 诚意和杨子的互动不仅仅限于戏场 他们在幕后的搞笑互动也是备受欢迎 两位演员的默契和幽默感让他们成为了片场的活宝 每次互动都能带来欢笑 不得不承认 这种默契是他们成功演绎角色的一部分原因 总的来说 诚意和杨子在这场分手戏的拍摄中展现出了令人捧腹的幽默 也让观众更加喜爱他们 他们的默契和专业精神让这个花絮成为了一段难忘的片段 也让观众更期待他们在未来的合作中再次展现他们的默契和搞笑风采 无论是在戏中还是戏外 诚意和杨子都是令人喜欢的演员 他们的互动也让人看到了影视圈的温馨和欢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